华联市公所浩克学堂28号的下午是安排了幸福手作的课程 以客家铜锣饼为主题 希望以客家传统的乐器铜锣意象结合美食 把这次的新冠病毒给赶走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到场和学员们一起动手DIY 来认识传统的文化 不仅是有的吃有的玩 更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在锅子里倒入面粉倒入鸡蛋 经过调味后搅拌均匀 学员们跟着台上老师的讲解步骤一一进行 不时还拿出手机纸本做下记录 这是28号下午 华联市公所办理的浩克学堂幸福手作课程 是以客家铜锣饼作为主题 不仅是风味独特 还比较具有特殊含义 那我们知道秋春的老师在客家的美食的部分 他是非常在花里受到非常尊重 非常敬仰的一个大师 那我们今天请他来这边 也希望学员能够学到客家的美食技巧之外 也能够把传统的美食加入新的创意结合起来 这样更多人能够了解到 很多美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做结合 那这一次是 里面是客家的铜锣烧里面是放酸菜的部分 那很多人是没有这样吃过的 那我相信经过老师的巧手跟指导 每一个学员都学习得非常开心 那我们希望有各式各样客家的文化 也能够照这样的方式来做推广 我们用客家那种八大乐器之一那个锣打的那种感觉 来做研制这个课程 就希望打锣这个动作能够把那个 就是能够趋吉避凶 然后把那个病毒都赶走 我们在里面摆的不是平常的那种甜的口味 是用客家的传统的那种福菜 就是我们明南人说的那个酸菜 就是福菜希望大家吃的这个铜锣烧 能够充满福气这样子 远在台南的知名部落客露乳 也带着妻子来到花莲 体验不同的地方文化风情 其实一般人都以为西部的客家文化的东西比较多 可是其实我已经连续三个礼拜都是从台南来到花莲 然后就想要多认识一些关于就是客家文化的东西 那其实这次来这里是因为发现 花莲市举办了一个活动 然后是做很像铜锣烧的铜锣饼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就跟我老婆 然后我老婆就已经在里面在做 然后希望透过手作 然后去认识说客家的一些文化 然后跟客家的一些平常在吃的东西 那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大小朋友在手作老师的指导下 慢慢完成自己的客家铜锣饼 除了外观好看也很好吃 烫不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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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吃 好吃啊 你爸爸煎的 市长蔚嘉仙表示 欢迎家长们都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开办的各项课程 让亲子能够在手作的过程当中认识地方文化 也能培养好亲子情感 让快乐传递下去 客家铜锣烧 赞 记者许丽琴 花莲市报导